因為市民逐漸冷淡 加上缺乏私人企業支持 省府又不願意作出具體承諾 多倫多市長莊德里今日正式宣布 市府不會向國際奧委會提交競標 新辦2024年奧運會承諾書 根據最新發表的一項民調結果 多倫多居民力撐市府申請奧運的支持率 下滑到50% 下降了8個百分點 相比之下反對的就增加了9個百分點 攀升至47% 加拿大納稅人聯會安省分會提醒政府 安省已經有高達85億元的財政赤字 每月繳付利息接近10億元 而新辦奧運的開支就高達5000萬至6000萬元 至於競標成功後將花費的開支 更加數以百億計 所以敦足多市政府 不要正式提交競標新奧的承諾書 再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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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